不知道大家对姐弟关系是怎么看的 张子峰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 就讲了有关于姐弟关系的温情故事 电影是围绕着姐姐 在面对追求个人独立生活 还是抚养年幼弟弟的问题上展开的 电影中最大的法律问题就是 父母去世以后 姐姐是否需要承担抚养弟弟的责任 首先,父母死亡以后 成年的姐姐获得未成年弟弟的监护权 根据民法典对于监护的规定 如果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 以次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承担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 为成年弟妹有抚养的义务 电影中父母去世以后 姐姐已成年 自然获得弟弟的监护权 且有抚养弟弟的义务 姐姐在个人选择和法的义务之间 应该首先尽法令义务 若姐姐确实想去读书深造 可以从有利于弟弟的角度出发 委托他人监护 这时候就牵扯到另一个法律问题 姐姐是否有权签订送养协议将弟弟送养 在电影结尾 姐姐放弃签订送养协议 带着弟弟离开 现实生活当中将弟弟送养 手续就真的这么简单吗 民法典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 若是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且可能严重危害该未成年人的 该未成年人的金户人 可以将其送养 简单来说 姐姐可以将弟弟送养 但民法典对于收养人的条件 也有着详细的规定 收养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 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 违法犯罪记录 年满30周岁 若被收养人年满8周岁 未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尊重和权益保护 还要保证被收养人 明确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 电影最后 姐姐放弃签订送养协议 带着弟弟离开 选择了法定义务